另外教科书的书商竞争真的非常的激烈 因此常常会私下赠送礼物来博取教师的好感 但是啊现在公平会查获说 像是汉林书局在99年上学期开学之后 花费了上百万元采购8G的随身碟 而且赠送选用汉林版教科书的老师 而南英书局在今年国中小这个选书期间 也发送了五色的荧光笔给老师 分别遭到了处罚这个400万跟100万元的重罚 因此现在书商送老师随身碟 荧光笔通通都挨罚了